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魏毛 今天呢 我要來做我人生當中的第一次的開箱介紹 可是呢 這也不能算是正式的開箱 因為這個東西啊 是我已經研究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沒有買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 掃地機器人 這個東西我做的是想買它 想很久了 通常啊 我在買這種比較高單價的3C產品之前 我都會做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我一定會馬上上網去查取他們的官方網站 因為通常啊 在官方網站 它一定會告訴你這個產品有多好好 然後它的功能有多功的齊全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再去看網友實際使用之後的真正的評價 因為這個東西才是最準的 第二個呢 就是到實體店面去看一下產品真實的樣子 你可以到大賣場 燦坤 全國電子 或者是我推薦各位 可以到三創園區 因為只要有在這個地方 進駐的店家啊 通常他們都會把商品拿出來展示 甚至還可以現場實用啊 第三個呢 就是要找到一個最划算的網站 或者是門市來購買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看第一個 它需不需要運費 或者是它的信用卡能不能折扣或者是做分歧 只要這三個功課都做完之後呢 我如果都滿意的話 百分之百就會下單買這個東西了 那今天呢 很幸運 我可以借到一台展示機來介紹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我們就來做個團購 因為團購才可以再把價格壓得更便宜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做開箱介紹 開箱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桌子清理乾淨 接下來今天的重頭戲來了 就是這台iRobot的掃地機器人 Roomba 614 我們就來看看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好 開箱之後呢 是長這個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掃地機器人的家 這個呢 就是它的充電站 如果跟手掌比起來的話 差不多是一個手掌的大小 OK 然後有一個保固卡 重頭戲來了 就是我們這一台掃地機器人 耶 終於拿到了 這輩子第一次用掃地機器人 未來我家的乾淨就交給你們了 給大家看一下反面 反面呢 它是有兩個很大的輪胎 而且是可以壓的 我猜是讓它可以上下爬坡用的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掃地的機器 然後中間呢 這個就是掃的時候呢 它會把它灰塵吸進去 然後最後呢 直接就掃到它後面的這個集成盒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研究 所以它的集成盒就是這樣打開 直接放 拿出來就可以拿去倒掉清理 然後這樣就卡回去了 它在撞動線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緩衝 你看看有沒有這個 這個就是緩衝的感應器 OK 再來就是一條電線 這條電線呢 就是接在它的家 讓它可以隨時返航回來做充電的地方 最重要的重頭戲呢 就是試用給大家看 盒子呢 先收起來 乾淨了 Clean按下去就是啟動 然後再按一下呢 它就可以開始運作 那如果你運作到一半 你想讓它回去的話呢 就點底下的這個Duck 它就會自己去搜尋它的家在哪裡 然後 自己跑去充電 剛剛說的 點底一下 喔 有了 它唱完歌之後呢 再點一下 它就開始運作了 它是不是在掃地耶 它在幫我擦桌子 它到外圍的時候 它會有防弱的一個機制 剛剛我已經先用吸塵器吸過一遍 剛剛我已經先用吸塵器吸過一遍 然後 接下來我將用掃地吸器 再把它把客廳跟餐廳這個地方吸一遍 看我們可以蒐集到多少垃圾 交給它囉 開始了 嗨 謝謝你把我家裡炒得這麼乾淨 所以我才可以在這邊跟你講話 哇 剛剛掃地機器人大概花了20分鐘左右的時間 打掃了我們家的客廳跟餐廳 我們可以從掃地機器人的集塵盒裡面 看到 你看 有這麼多的灰塵耶 看到了嗎 即使我用吸塵器打掃過一輪 還是有很多的死角 是我掃不乾淨的 而且它剛剛這種看似不規則的打掃方式 其實是有一個專利技術 叫做iAdapt在裡面 它可以先搜索地形 再適應環境 最後有規則的工作 這樣子的智能清掃模式 是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最後我要歸類三點 我會買它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的清潔效率高 我們家大約30瓶左右 它已經能夠完全滿足我的需求 第二點就是外型時尚 這台機器造型簡約 它才在我們家一天 就已經讓我覺得變得時尚又有型 第三點呢 就是它的CP值超高 它擁有國民機的價格 又媲美旗艦機的等級 我覺得這真是太囂張了 所以呢 我會買它 那今天的開箱呢 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啊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討論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點個讚 千萬也不要忘記 追蹤訂閱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